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那种真的值得我们这种后辈学习 对 对 是妈妈在这边 所以就可能就是个妈妈 对 对 希望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回去 但是工作因为安排的比较慢 所以可能 过年期间也是有工作 对对对 有 这几年都不太能回家 对不太回 没怎么特别多的回家 对 嗯 自己会很想回去吗 嗯 慢慢的自己独立了之后 可能真的那个四海为家这个词 对我来说更加呃 体会的真切吧 就是嗯 比方比例说我说我想回到哪哪哪 不是说就是四海为家 反正就在在国内嘛 在中国我觉得就 就都像家一样 对 你有就是那今年过年不能跟父母 爸爸会在这边的话 你会想要给他一个什么礼物之类的 哦 我也不知道 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祝福啊 对 就希望爸身体健康吧 嗯 像2017年过去了嘛 然后对过去的这个年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哦 2017年呢就是我觉得还 过得还不错 哎 至少想要了解一些东西啊 去学习一些东西呢 有在开始了 嗯 那我觉得蛮开心的 嗯 然后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我在吸收各种各样的新的能量 但是还不够 嗯 因为还是需要各种各样的 嗯 各种各样去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 去学习 因为每一位 呃朋友也好 成功人士也好 他们身上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还得多学东西 嗯 你会做饭 我会做饭 哦 对我给我妈做过饭 我的饭菜做的还可以的 那你最擅长的菜是什么 辣椒炒肉 辣椒炒肉 对 我还给粉丝做过一次 对 但是不是大家 不是所有的粉丝都知道了 就是 一小部分粉丝 应该尝到了我炒的那个辣椒炒肉 哇 应该还不错 嗯 18年有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吗 18年 18年 其实有很多就是作品要上来 嗯 音乐上面有我的第三胎 嗯 然后 对 我把我音乐成为一胎二胎三胎 对 然后第三胎会要出来 嗯 嗯 然后博哥的电影是一个嗯 我的一个成长 因为跟那么多好的演员一起有 博哥 舒奇姐 保强哥 何伟哥 还有迅哥 还有李老师 两位李老师哈 就 跟他们一起就学到很多就是表演的方式方法 所以蛮开心的 就 成长有一部还算是有对我来说哈 还比较里程碑式的一个电影作品 因为真的在这个电影里面学了太多东西了 嗯 对 那你的个人的生活上 你会有什么愿望和期待吗 呃 我希望自己多学习 哈哈哈 你觉得这很好笑哈 老要学习 就 我希望自己多能长一些知识 你有什么想要get的心情吗 没有说什么特别想要get的 就觉得 嗯 反正 音乐上面反正我是持之以恒的奴隶 那 影视方面也是一样啊 嗯 那但别的方面 我希望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知识 能够学习到 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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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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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